乌克兰跟台湾的处境现在有一点比较相近的地方在于说 在地缘上的话我们都有一个跟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邻居 或者一个亲戚看你什么去讲 那换言之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反应它的反应就会非常的强硬 今天又有一点相近的地方在于说 美国现在已经摆明了不会出兵乌克兰 那台湾就有些人认为说台湾跟乌克兰很像 因为台湾面临的问题跟乌克兰面临的问题一样 大家都面临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对 一个要邻居很像 可是台湾又有一些人特别是民进党的这群人 他们认为说台湾不是乌克兰 为什么因为乌克兰只是美国的重要利益 可是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他们认为说两岸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 美国一定会出兵的 所以乌克兰事情其实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第一个在于说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台湾 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 乌克兰以前告诉我们的说美国是不会出兵的 美国最多只是给相关的人的一个经济制裁而已 或者对他制裁 那大家就要讨论美国会不会对台湾出兵 这是两一个问题 第二个很重要讨论问题是说 俄罗斯这一次非常聪明的 他用了一个方法就说 人家已经宣布独立了嘛 公投嘛 全世界不都主张公投嘛 那公投通过以后 那我今天就进去 是那个独立的国家应我的要求 应他的要求 我基本上我去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回避了国际法的问题嘛 他回避法 那我们现在国际法的问题在于说 比如说从上海公报 正好今年是50周年 那上海公报最重要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认为说 这个一个中国的立场 美国不会提出异议 就是两岸对一个中国的事情 美国不会有意见 就换言之 从美国的战略来讲 美国一定是认为一个中国 那在这一个中国呢 后来到了1979年 美国跟台湾建 断交 跟中华民国断交以后 跟中华民国建交以后 美国会不会还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嘛 也就是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最大的一个天花板 就是美国不会承认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就换句话说 他在整个认识上 他采取一种模糊的战法 一方面呢 我不承认你的国际法的地位 所以美国再怎么做 都不会跟台湾发展外交关系 但是一方面呢 又把台湾当成是一个类国家来对待 好像是一个国家的样子 跟你发展所有的关系 好 现在这问题来了 假如今天是美国是这个立场 那苏联 俄罗斯也一样 他并没有出兵乌克兰呢 如果他今天出兵乌克兰 你认为他是违反了国际法 侵入一个国家的主权 但是他现在的理由是说 这两个省已经宣布独立了 那我今天是维和部队进去 那请问他就回避了国际法 那同好道理 今天在我们如果今天两岸冲突 又会发生一个问题 大陆说这是我的类政问题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案 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换言之 在国际上认为说 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而认同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那当然没有说台湾是在政治上是 自权上是属于中国大陆的 可是大陆认为说它是属于我的 就回到我们刚刚讲说 俄罗斯跟乌克兰是不是各说各话的问题了 一个说是入侵 一个说是违和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不管大家用的是理由什么 那就要问说那美国会不会介入 那当然以我的看法 以我长时间的研究来讲 美国现在最多只有讲到说 我会帮助台湾发展足够的防御能力 对不对 就是保持你们为你们帮忙 可是美国到现在为止 从来没有明文的说 美国会出兵帮助台湾 因为如果说美国会出兵帮助台湾 他可能就美国就面临他从1972年50年前的上海公报 一直走下来的 他是不是还要继续遵守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台湾跟俄罗斯跟乌克兰有一点非常相近的 要小心一点 如果真的出了问题的时候 美国是不见得会来出兵的 美国做的最多来讲 就是卖给台湾足够的武器 让什么让军果商赚钱 美国在这边需要他的战略利益 但他的战略利益 对不起只是他的重大利益 而不是他的核心利益 美国核心利益是什么 是美国自己周边的 你今天要在古巴驻军的话 那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你今天要在中南美要部署飞弹 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因为美国把中南美当成是他的后花园 就像俄罗斯把乌克兰当成是他的后花园一样 所以你从这些角度去思考的时候 就变成说 那我们在面对我们国家安全的时候 其实是要非常的谨慎 当然要非常谨慎 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 对我们可能挑战的就是中国大陆 那美国对我们的能够的帮忙 其实非常有它的局限在 那真正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 那么全世界会不会来 我是持非常保留的态度 我认为他们到时候可能就落跑了 但是有很多民进党的 或者包括我们的蔡英文或者苏貞昌 他们就认为说美国是可以靠的 美国大腿是可以抱的 这是个差别 谢谢大家 tenim